八字解读人生 风水改变命运 大家好 居士从业风水26年 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针对八字测算 风水布局 命理分析 事业财运 首相面相 感情婚姻 有独到专严见解 如果你的财运不价 情感不顺 诸事烦心 原主可添加本居士微信 26682135 一一帮你调节化解 记住微信 26682135 好像现代人 的确都感觉到压力非常非常沉重 那么您感觉这个压力 主要是来自什么地方呢 压力是自己给的 很多的人认为压力是来自于 社会环境 他人给的责任 或者是给的种种的要求 其实是自己 如果自己本身呢 不要为人家给你的一带什么责任 或者是义务 或者是要求 或者是人家的看法 那你就可以满不在乎 其实如果满不在乎是不是对呢 可能也不是对的 我做利用的时间 用我自己的头脑 用我自己的能力 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就做到什么程度 这个就是 叫赶了 工作要赶 而不是 急 急的话呢 就会感觉到压力很重 如果是赶工作 是一定把工作赶出来 但是呢 心里头没有关系 能够赶多少就赶多少 急也没有用 害怕也没有用 担心也没有用 所以现在的人的压力呢 多半是自己呀 放不下自己 是 听你说起来简单 可是要做到 好像很困难 因为有的时候 的确是有时间的压力 有的时候 的确是设定自我标准 那我们知道 法师您是非常非常忙的 您也有很多很多的目标 那您难道从来 都没有感觉到压力吗 我觉得不是压力 而是 是任务 我要完成任务 这是我主动的 虽然有人 对我的要求 希望我在 多少时间之内 完成什么工作 那个工作变成我的任务之后 这不是外来的压力 而是我的期许 是我的期许 我自己可以控制 我什么时候做 怎么样做完它 这是我的事 不要考虑到 是不是做得完 既然我们已经预定好了 一定可以做得完的 为什么做不完 那担心也不必 所以是 只要计划好 而自己觉得能做的 把它继续下来 自己觉得不能做的 你为什么一定要勉强 有的人呢 就是叫打肿的连冲胖子 自己的能力 不一定有这么大 自己的姿色 并不就那么深 但是呢 它把它接收下来 而且自我期许很高 这就变成压力 是 可是自我期许 不是也是一件好事吗 如果有适度的压力 会不会让我们表现得更好一点呢 这是事实啊 但是期许 我们真的叫做愿望 愿望就是要看我们自己的 自我的努力 自我的成长 是不是能够完成 假如说能够完成很好啊 假如说完成不了 那没办法的是 我常常对自己这样子讲 我说我是一个六十分的法师 但是呢 我希望是有一百分 一百分能够有六十分也不错嘛 如果变成五十分怎么样呢 哎 五十分这个不是我希望的 结果变成五十分 不是我自己希望它变成五十分的 这个也没什么关系 结果做不出来怎么样呢 做不出来也没关系啊 这不是我要不要做的 而是说事实上做不出来了 一个首先呢 要知道是不是能做 这先考虑一下 先呢 预先有一个预测 如果是自己没有自知自明 也没有考虑到 设想到 我们是面对的事和人 他们会给我们呢 有多大的一种啊 期许和压力的话 我们对我们自己啊 就会产生压力 如果自己已经知道 那不是压力 这是一个既定的目标 像一个火车在轨道上走 一定的速度到一定的目的 没有问题一定到的 但是你一定担心着火车 在路中间可能跑出一辆卡车 闯着我的火车 这是意外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你担心也没有用 不担心 那也是很安心 所以是在这种情形下 我们的压力呢 应该呢 没有才对 可是呢 人都是 人啊 人都是 就是换得 换色 就怕自己做失败了 就怕自己赶不上进度 就怕自己啊 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也没有一种啊 安全感 也没有一种啊 稳定性 事实上我们呢 不能够操控的事情 实在太多了 我们不能掌控 我们的命运 我们不知道 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下一步究竟会发生什么事 不知道的 既然已经不知道 你担心也没有用 那只要尽力而为 尽心尽力 能够做多少 算多少 怎么做 能做 就是这样去做 不必要给自己 那么大的压力 是 那您刚刚提到的 就是说 我们要放下很多的妄想 很多的杂念 专注于我们做的事情 那么这样子 我们可以减少一点压力 那您刚刚也提到 就是说 我们要有效率 但是不要急 这个 好像也不太容易做到 是不是 通常的人是这样子 赶工作的时候 他的肌肉一定紧张 他的心情一定紧张 要把工作赶完它 但是要练习 我们呢 肌肉可以紧张 心情不要紧张 因为我们要做工作的时候 一定跟肌肉有关系 但是呢 你心情不要紧张 心不紧张 还要感觉到 这是一种非常愉快的事 我最近呢 讲了两句话 很有用的 就是说 把生活当成了趣味的工作 把工作当作趣味的生活 我们来享受工作 来享受生活 把它当趣味来看的话 那怎么会紧张呢 既然不紧张 就不是压力 对 那我们怎么样的 在面临压力的时候 怎么样来练习 或者说在那一刻 我们应该怎么样处理 就能够感觉到 紧轻压力 放松自己 当你觉得很累 当你觉得很紧张 这个时候就是压力 你的感觉就很沉重 你放下休息一下 不要那么急 不要那么忙 你越急越忙 你的压力感越重 稍微头脑放松 身体放松 稍微休息一下 可是有的事情 没办法休息的 你放不行了 那怎么办 你就是说心情放松 你说这个是一个趣味的事 这个很好玩 这个很有意思 就忙着这样子 很有意思了 你把倒过来想 你说忙得这样子不得了 哎呀不得了 了不得不得了 你这样子一想的话 你就紧张了 压力就多了 你掉过来想 你说忙得很有意思 这个很好玩 我从来没这样忙过来 还没经验过 这是很好的一个心理经验 如果有这样子的 来欣赏你这个工作的 忙的一种情况 我想你的压力感觉少一点 也就是说改变观念 有的时候就可以使 情境也为之改 应该是这样子 非常谢谢您收看 我们的节目 节目最后呢 你就再来回问一下 圣言法师最重要的开始 我这样子的事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